台湾進入超哥林社會 為了高利政業照顧戰力 導入中教學部 有融資穩定的戰力 縱人醫科管理專科學校 老人照顧學部數學管理科 正在北海洋 有一個醫科中教義索 基本公費學生精神密室 提供學生金一年級到五年級 學會和十年份轉買 還有新和餘 合作學生現接這場競賽順利 也为丁教其家提早不要有一个照合签例 无设施险这党现实建价顺利 提早会拥有这些照合签例 提到学生生业向学校章业目标 我们基于专业学能 然后我们去媒合我们的医疗机构 能够在引法长照这一块尽一份的心理 那我们这次也成功的媒合了好几间 比如说我们的母院圣茂丁医院 还有我们佳基的佳基医院 还有我们大龄的慈基医院 甚至我们的铺子医院 还有我们草屯季区的惠来医院 还有我们在高雄的大医院等等 都可以提供给我们同学在这个地方的学习 五年的一个补助 那这个教育部我们前三年 是这个免学杂费 那么后两年我们有公费 或者是说我们展赐 那这个合起来 这个弱势的族群 或者我们这个学生 比较经济不利的一个状态之下 都可以透过这个公费 得到学习上的一项补助 不只学杂费是全免 而且可以得到我们医疗院所 相对的这个实习方面的一个补助 让他在生活学习上 都没有不需要去担心这种经济上面的问题 中年以前一百十字 学年度开办老人照顾 那这一次公费的部分我们六大单位都有提供 那目前单位的名额是没有限制的 只要学生他想要申请有意愿 我们都单位都非常非常的愿意 那一个学生至少五年 他可以拿到15万的奖学金 那毕业以后直接就业 那他的薪资福利 都跟单位是一样的一个薪资待遇 不会因为他拿了助学金 而有被扣款的状况 那我们这六大单位都是当地很知名的单位 那这一些部分都可以保障学生 他日后的就业 他的薪资跟福利都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在这少子化和哥林华的社会苦水之下 照顾企业已经感觉到能照着不着 今年中年一专 含有这个医疗照顾企业共同开办 我全部老人照顾 合不涉及管理的公费学生班 就是希望可以进一步 来做好的照顾学生的理念 除了可以保护优秀的照顾 真的之外 也可以让公费班的学生 在这个学期可以安心就学 监心出来的经济负担 经济重要的是 让学生在逼入这些厚地当 找到头路 特有安心求学 安定主义的信价目标 世新新闻 中丁顺王小生 南港以及彩虹伯德 嘉义市坐落在旧间宿社群的实验牧场 今年荣获了2023年的台湾室内设计大奖的金奖 那我们也非常地感谢林友涵建筑师 她可以透过作品看到嘉义市的努力跟价值 委员们针对她的时代性公共性 还有以及社会相关的一些议题 由评审主动来推荐挑选出今年的评审团大奖 实验牧场在这个充满偏见的时代里面 其实它提供了一个充满尊重及人性关怀的作品的价值 那其实这也体现出 市长在推动嘉义市的文化治理的这个层面上面 其实都一直是用温暖 以及跟尊重了这个人性价值 来极力地推动嘉义市的各项施政 更多的支持 让我们持续推动让文化走进生活 那也可以让全台湾看到嘉义市的这个价值跟努力 谢谢